我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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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心有爱 那心心有不明 那心愿无恋 昨天周深在无锡录制央视总台2023太湖美音乐会 潜新的演绎太湖美水梦幻般的江南水箱 粉墙带瓦小墙流水 周深演绎的太湖美唯美精致大气 更好地展现无锡江南的美景 听到了录制现场的太湖美太好听了 期待节目的播出 星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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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那童童也在哪里啊 9月6号晚 央视2023中秋晚会录制探班现场 周深在接受采访之际 裴斐老师代表央视送给了周深五大礼物 每份礼物都是充盈着满满的天爱 甚至带着宠溺 采访开始裴斐老师说 从洛阳到西昌 从庄稼港到宜宾 我们伴随着周深的演唱步伐 一直追着他在中秋晚上的精彩演出 谢谢周深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歌手周深 有这么用心的吗 因为今年刚才你说的九周年 然后9月29号是你的生日 今年的9月29号是中秋节 所以我们就把它提前过了 好不好 好耶 第一反应是怎么唱 对这就是考验你的事 很小乐观看 你真打算 我说你真打算 你真打算 像更新 穿新 风秋秋云与土那灵气 听见山海卷中的风行 向前的大江 太不通春了吧 来自高山的富裕 胜过我见过爱过 的一切深穿于河流 好不通春 这段怎么办是直播没有办法解 我觉得你唱完之后生米会不会生我的气啊 说这裴老师你这搞的是什么呀 不会 也就是我一个小小的一个挫败 我的一个坎儿 以后我再努力地继续进步就好了 这是一个珍藏版啊 特别的可爱 对 因为我们四川话的话它是平翘舌不太笨你就会发现那个直子 直子手 直子手就变成平舌音比较多 还有没有地中特色 特别好 谢谢陈老师 陈老师您太客气了 谢谢您 谢谢 陈老师在说这些的时候好像是妈妈看着初戏的孩子 直接就笑出了声 一直不住的骄傲 在看完小片后 陈老师问周深 有没有感觉这三年台阶卖得很大 越来越棒 表现越来越成熟吗 从和萨迪连老师合作《左手指约》 到致近航天员的繁星璀璨的天空 再到英文歌《I see us》 从合作翻唱到读唱自己的作品 周深的进步显而易见 能看出央视是多么的宠周深 知道周深不爱吃蛋糕 又想给他一个惊喜 就特地地做了一个豆腐蛋糕 而蛋糕上的图像就是周深 黄松短发 蓝色短袖 手持蓝纱麦克风 人人有闪亮的眼睛 和周深简直太像了 还有生命亲情提供的家乡辣椒面 熬夜赶至往年中秋晚会舞台的回顾视频 裴飞老师也是很感慨 惊叹周深的变化之大 裴飞老师说 期望周深像彭景老师说的那样 是奔着得以双心的歌手去的 像不像一个妈妈 满脸宠溺地炫耀玩自己的孩子 怕孩子骄傲 想要孩子更好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裴飞老师更是特意的 Q周深说了前几天的演唱会 让周深分享了深深的含义 和演唱会上特别出动的事情 因为首先在想这场 特定演唱会的主题的时候 就会一直纠结 首先因为很想跟自己的歌迷 跟自己的声迷说很多话 但最后都会发现 会浓缩成谢谢两个字 然后到后面就会觉得 要怎么去表达这个谢谢 所以在我心中 我就一直在 包括跟我们的总导演 我演唱会的总导演去商量 我们怎么去把它做得 更有自己的情感 或者是更有意义一点点 所以我们最后想的是 深深感谢你 一是有我的名字 周深 然后另外也就是表达的是 这份感谢是非常的浓厚 然后最后在 我们在我演唱会 最后的所有的VCR的 所有的一个 所有VCR全部串联起来 应该可以说是一个 周深的自我介绍吧 就从自己开始 第一次接触到唱歌 然后再怎么去 被别人听到唱歌 再慢慢走到电视面前 所以最后 在演唱会上 有一个细节 我一直很记得清楚 就是我们自己 小小设定的 就会问大家 无论我们在某个时期 你还会在吗 然后本来第一个设定的是 只是屏幕上面写在 因为当时还没有 跟观众见过面 但是就发现 所有在看演唱会的观众 说米歌迷 他们就会 情不自禁地 就会去回答那个在 所以那一下就 一下就起鸡皮疙瘩 就很多 现场会有很多 你预设不到的一些惊喜 就每一个点 我以为会有点尴尬的 那个在 但只有 当下面坐满了生米 坐满歌迷 坐满爱你的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 所有的尴尬时刻 都会变成温暖时刻 所以后面我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自己 默默埋在这个主题里面的 那个深深感谢你 在这个主题 因为它们而变得更完整了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 很多画面都很清楚 很感动 但是当他们回答在的时候 是我最感动的 就是无论我在 任何的时期 用任何的形式的 任何形式 用自己的声音 去陪伴大家的时候 他们都会觉得 周深还在 然后就发现 自己 就包括我 我也会有失落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可能不自信 或是害怕的时候 然后回头一看一听 发现 我的生米还在 歌迷还在 所以那一下 我觉得那种共同 陪伴共同成长的那种 在 是给我最大的一个力量 这也是我对 深深这两个字的理解 而最后送给周深的 主调筷子 寓意周深 快意人生 更贴心的是 筷子上特意 刻上了周深的名字 整个直播看下来 就长一个 花式炫耀孩子 和对孩子 满满期待的旅程 杨妈也是极尽偏爱 五分礼物 精心准备 就问一下 这宠宁程度 还有谁 特别喜欢看 深圳的采访 都说他很会说话 但其实小编觉得 他最主要的 就是有一颗真诚的心 对一切都用 自己的真心去对待 所以说出来的话 也都是发自内心的 不过让人觉得 是表面功夫 真的是一个 非常晶莹剔透的 水晶男孩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因为时间关系 非常遗憾 没有办法来到 同心园 MV发布会现场 跟大家见面 在这一次拍摄 MV的过程当中 我感受到了 广州南沙的美丽 正如歌词当中 写的一样 没在彩虹桥 没在晚清沙 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 能够通过我的演唱 和这一支MV 感受到 南沙的人文和精神 最后 祝发布会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 喜欢这样的 喜欢这样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